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再见,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呼吸 卷毛的女儿因为患败气症,必须生活在无君环境 她有一个特殊的居住空间,一个无尘封闭室 卷毛正和妻子商量着要搬家,去一个能够治好女儿的地方 计划还没制定好,地震就来了,还带来了铺天盖地的雾霾 卷毛赶紧带着妻子跑上了顶楼 雾霾刚好停在了顶楼下方的位置不再上升 因为密闭舱很安全,女儿被留在了家里 但是由于地震断电,密闭舱的备用电池只能撑10个小时 一旦耗尽,进化系统将会失效 而没有氧气瓶回到家里换电池需要5分钟 常人根本无法做到,卷毛不想坐以待毙 经过尝试发现只有吸入雾霾才会致命 便憋气去邻居家里拿到了简易的氧气瓶 走出街道看到了一片惨状,还有正在疏散幸存者的军队 显然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知道雾霾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卷毛从军队那里拿到了两套氧气服,就回到了顶楼 他发现雾霾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升高几厘米 决定要带着女儿一起离开这里去别的城市避难 但是女儿不能接触到带军环境 他必须穿上特制的宇宙飞行服 而这种宇宙飞行服价格不菲 只有在远处的实验室才能拿到 正好他们有两件氧气服 夫妻俩都不愿意抛下对方,决定一起去去 他们在路上遭遇了恶狗,夫妻俩跑散了 但最终还是默契的在实验室见了面 他们取到了宇宙飞行服 却在离开的时候遭遇了爆炸 两个人都被炸晕 卷毛的氧气服被炸坏,自己也受了伤 他们交替使用氧气瓶艰难的跑到了顶楼 简单的爆炸伤口后准备离开 却发现氧气瓶所生的氧气不多了 只能够一个人回去 卷毛决然的留下来 让妻子带着飞行服回去带女儿离开 自己则准备通过楼顶走回去 他在楼顶发现了很多的食物储备 还有最重要的氧气瓶 正当他想带着氧气瓶离开的时候 准备这一切的警察走了过来 命令他放下氧气瓶 并且随时准备掏出枪来干掉卷毛 伸手绞尽的卷毛扑倒了他顺便还戴上了面罩 警察死在了浓重的雾霾里 卷毛立刻冲为家 与此同时 妻子带回去的飞行服因为爆炸被损坏了 女儿的密闭舱也没电了 雾霾很快就要渗透进去 妻子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死 他在没有面罩的情况下 憋气跑下楼去给他换电池 结果死在了会顶楼的路上 雾霾越来越高 而氧气瓶只有一个 家里的两个老人说自己的生命应该就在这里终结 让卷毛带着女儿赶紧离开 他再次出门去找飞行服 从路边的救护车里找到了一件 正要带回去给女儿 却被路上窜出来的行人吓得撞飞晕了过去 另一边的女儿无法通过对讲机联系到父亲 却听到了一阵开门的声音 卷毛苏醒后 立马扛着飞行服往家里跑 在路上遇到了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就跑出来的女儿 这个雾霾环境兑换败气症的人完全无害 两人感动的拥抱在一起 卷毛脱下了面罩亲吻女儿的额头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女儿终于自由了 不久后 卷毛在封闭的气仓中请来 外面是充满雾霾的环境 现在他和女儿似乎角色互换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得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保护环境哦 科幻真剑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